我告诉你啊 我妈要是神剑了 你父子知道 那我也告诉你 如果到时候你妈好了 她一定要让我当女婿 到时候你说我怎么办呢 去死吧你 过去了 来来来 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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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立昊 你看你阿姨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立昊 算了 你 你该忙就忙你的去吧 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处理 我再也不操心了 叔叔 其实 你也应该跟阿姨 说几句好听的话 毕竟阿姨照顾你大半辈子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来呀 我说什么呀我 等她说好听的 太阳得从西边出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对 我向你赔礼道歉 我今后一定敢 看我干什么呀 看西边出菜有没有 好 讨厌 你看你妈这是 好 我看这些彻程呢 是不是修改一下 莉莉 麻烦你帮我把下个月的课程表 交给老板行吗 行 放着吧 要是有什么问题 你得拿给我 我去修改一下 他不是在那儿吗 你直接给他就行了 算了吧 还是麻烦你吧 是 徐城啊 你以前不这样啊 现在 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你看这个课程怎么办 咱们下一次 是还能不能按照这个计划 really verf sei 这两节课的安排能 调一下 可是我觉得如果调的话 可能得下个月才开始执行 你别担心了 你爸妈没事了 谢谢你啊 刚才是我态度不好 老被你损都习惯了 臭屁 我看出来了 你才是你妈的心病 你呀 要是老婆结婚 她还得跟你爸闹 你应该赶快找一个 像我这样的男朋友 让你妈见见 那你妈就好了 要是她不满意呢 梁大小姐 不见谁也不知道结果 也是啊 那我一会儿 就给她打个电话 这件事情呢 首先要感谢许总的成全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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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艾总这么有诚意 就别客气了 有钱大家赚吗 当然还要感谢艾小姐 从中斡旋 不客气 要不是艾平给我做的评估报告啊 我还不知道可以这么出售股权呢 你能降价我就唱阿弥陀佛了 这还得感谢你妹妹计划的好 傅艾平的规划的好 开玩笑 我这大学同学可是从华尔街出来的 你出售价格低了 长期利润多了 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啊 谁跟钱过不去呢 说得太对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再见啊 好 再见 慢走 好 这几天我让律师把合同给做了 过两天拿给你们看 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情 好 小房啊 再见 我也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嗯 再见 好好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好 哥 谢谢你啊 妹妹 你客气什么呀 对了 你真喜欢她 行啊 醒完就行 谁叫你说我妹妹呢 成全你吧 还是哥你最疼我 不过呢 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说 我想去乐意杂志 乐意杂志 去干什么 那里还缺一个社长助理 而我觉得你妹妹我呢 是非常适合那个位子的 你觉得怎么样 小房 又想玩文艺了啊 我是去那里学习学习 回来可以好好帮你啊 嗯 还有点道理啊 行 随意喜欢吧 我知道了 哥 好了 我已经跟一平说好了 爸 妈 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我说什么来着 鱼儿还是听话的吧 时间嘛 看你妈的时间了 哟 这会知道听我的了 早干什么去了你 妈 你怎么又来了 我知道 你跟我爸 是因为我的事生气 为我操心 现在我跟一平都说好了 以后啊 你们就不要再生气了 也别操心了 哟 一平一平的叫得那么亲 要真是能不操心哪 我还落个清静了 要见你们见啊 我有什么好见的 你这 你 你们好了 没事 气消了 爸 我跟你说啊 以后不能跟我妈斗气 好 不斗气了 我告诉你啊 斗气都是她逼迫的 真吵起来呀 我真不是她的对手 那到底什么时候见一平啊 就安排在周末吧 你的时间也好安排 行 没问题 梁爽 你妈周末有时间 就定在周末吧 你告诉傅一平 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过来 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过来 你妈脱离了 她呀 她就是这脾气的 想吃什么菜自己买去 我可懒得去 我去 我去 妈 我知道你是最疼我的了 对不对 好了 事情办好了 我也谢谢我这老妖 老婆婆 说什么来着 女儿办事没问题 你就是瞎操心 你说什么 瞎操心 你个老东西 妈 你别进我卧室 你怎么又急了 你抬肩下了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喂 一平啊 都说好了 周末 你来我家吃饭 我知道 我可跟你说啊 如果我爸妈不喜欢你 我可没办法 那好吧 注意身体知道吗 拜拜 妈 现在你放心了 老东西 你给我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行 我看你能待多久 我看你吃饭出来不出来 我减肥 我不吃 老东西 我家吃饭了 我们在小姐吃饭了 等一下 谢谢 是你啊 谢谢啊 来 这么巧 艾小姐是来乐意找谁 谁也不找 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梁小姐 好 进来 总监 总监 你先稳住自己 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这么神秘 说吧 不够稳不够稳 你先坐下 哪来那么多事 说吧 是这样的 来了一个新的社长助理 这有什么新鲜的 这个位子不一直缺着呢吗 关键是啊 据说她是美美乳业老板艾大成的妹妹 艾小芳 艾小芳 是她呀 各位 现在开会了 今天的会议有两个主题 一呢 是欢迎我们杂志社新来的社长助理 艾小芳 艾小姐 艾小姐前不久刚刚从海外归来 从现在开始 她就要和我们一起工作了 希望她的到来 能给我们杂志社带来新的活力 那么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我们杂志社明年要改版 从现在的八十个版面 增加到一百二十八个版面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收入也要翻翻 对 亮双啊 你这个艺术总监 明年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咱们从内容到广告 都要做到同行业一流水平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文字 还有图片的资料 还有软广告的客户 没有问题的 对吧 嗯 好 太好了 好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么现在咱们就散会了啊 好 靳总啊 我有话想说 你说 是不是咱们把孩子逼得太紧了 所以他们才这样做的 哎呀 真不让人省心啊 我也要怪自己啊 要说现在的孩子吧 结婚都比较晚 可咱们孩子条件也不差啊 是啊 虽说没有交朋友 可也不是找不着的那种啊 嗯 可现在呢 哎 早知道啊 生个男孩子 男孩就省心了 说不定更费心 哎 梁爽说呀 他现在交着一个男朋友 真的 没有 哎 你说这没有吧 着急 有了吧 更着急 怕找个不容易的 可可不是吗 哎呀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梁爽说呀 好 周末把他带来让我们见一见 哎 那好吧 对我们乐乐也是个激励啊 那要是不好呢 我和他爸溜弯看见人家老两口推着孩子车就羡慕得不得了 是啊 我本来还想着啊 趁我身体还好 乐乐结婚生孩子 我还能帮着他照一下 嗯 这可好 巴子还没一撇的 我觉得我们杂志的版面设计广告布局和一些安排都不符合时尚潮流 哪一个广告 艾小姐可以提出来 我们可以改进 我不止哪一个广告 而是觉得整体都有问题 整体 怎么会呢 那你说说看 我觉得我们现在设计人员水平有限 如果要做到一流的话 要招聘更多有能力的人 好 我理解艾助理的想法 从市场的角度 我们的确需要重新调整 至于你说的聘用新人的问题 我们下面说好了 好 各位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大家认真思考一下艾助理的想法 散会 好 好 什么意思啊 当我们是草包饭桶还是什么呀 一上来就全盘否定 这也太夸张了吧 是啊 就算他在外面见过世面 也不至于第一天上班 就把咱们辛辛苦苦的工作 批判得一无是处吧 其实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本来就是想借着明年的改版 修改一下版面 这个倒是 咱们之前讨论过 可是 今天从他嘴里这么一说 听着怎么那么不舒服啊 你们两个 出了这个门 谁都不许发牢骚 知道吗 嗯 这些资料拿回去看看 我估计 马上就会开会讨论的 如果不想被炒鱿鱼 必须做好准备 嗯 韩乐 你给李好打个电话 让他来我办公室 我觉得他的文章 很适合我们杂志读者的需要 而且 可以让我们 有别于其他杂志 不想加大版面 好 行 去忙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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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速度 非常好 手臂甩起来 再坚持五秒 五四三二一 好 好 动作都完成得不错啊 好 今天做得都很好 非常的棒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节目再见吧 谢谢你 谢谢你教练 好 您看安全 对了 我下周要在养生馆开设一个营养餐课程 大时候你们大家一起过来听吧 好 太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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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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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旅程啊 他可真受女会员欢迎啊 那是 没有点魅力 能让老板对他服服帖帖的 真的假的 不愣了家里那么有钱 他还到这儿来打工啊 先熟悉熟悉业务呗 以后直接做老板公 老板公 你傻呀 老板的老婆叫老板娘 老板的老公 当然叫老板公了 说实话 干我们这行呢 要想成为有钱人还真难呀 上一堂课一百元 我们才拿二十元 要是娶了老板 至少能少奋斗十年 不过 旅程可不像这样 行了行了 人家又没写在脸上 赶紧换衣服吧 我们可没那个命啊 赶紧干活吧 赶紧干活吧 有人疼得感觉真好 尝尝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吧 本来我不是要去这家店的 后来呢 走错路 经过这家饭店 想起你最爱吃这个小红包 对了 那个爱大成的妹妹 到我们杂志社当社助来了 她放着她哥哥的公司不做 跑你们这来干嘛 你刚才说什么 社助是干什么的 社助啊就是社长助理 你傻呀你 她的职位跟你比起来谁高啊 平起平坐吧 我做业务 她做公关 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你不要这么认为 她这个人心机很重呢 嗯 你了解她呀 那怎么会呢 你不也就那天刚认识的吗 你好 都吃上了 我还想带点好吃的给你拿 这好像是我们公司的盒饭吧 你认识啊 是这样的啊 刚刚那个韩乐说你减肥不吃饭 就给我了 我来介绍一下 傅怡平 你好 你好 怡平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好好谢谢她 如果不是她那天在商场里 把我的裙子刮破了 可能我们两个还真不认识呢 男朋友 真的不是冒牌的 什么时候我成没人了 我都不知道 你得请我吃饭 那是肯定的 哪天你和凉双有空 我请你们吃饭 好啊 我不知道你没吃饭 你看这 没事 你们慢慢聊慢慢聊 我在外面吃就好了 你在这儿吃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先坐 你 你 坐坐坐坐 你是坐 你是坐 我是心理医生 你呢 我是金融理财 很般配啊 艺术总监 今儿理财 喂 妈 什么事啊 乱乱 因为好几天没见到李成了 什么时候带她到家里来坐坐啊 那个什么营养汤 什么时候叫我坐啊 回头我叫她去给您坐啊 回头 回头是哪天啊 哪天啊 不管哪天也得等我问问她什么时候有时间的 我正忙着呢 好 去忙去忙 别忘了 知道了 给我 Una 那我去吧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道德先生 有个什么 selon她 到底是演员呀 他是那边去哪儿 对不起 你也会儿子 拿到我去哪儿 我去成功 你去哪儿 但是我去你的 фотографии 你就去哪儿 我去去哪儿 就行啊 我去哪儿就去哪儿 以后除了工作上的事 你别占我好吗 又怎么了 怎么了 想跳河 跳下去又死不了 你死 我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你跳下去 船都被你砸烂了 要赔钱的 来 给 我买了一打 你看够不够 喝着看吧 怎么感觉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你已经出毛病了 你已经出毛病了 还心里一生呢 生气总比郁闷好 李浩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了 欧乐乐又说你什么了 你别提这个女人 你以为我生命中 只有她一个女人啊 对啊 你还有你二舅的 我曾经有问 大吉 Crus 麻烦不让她 是 不 完全体成小 因为我的老百姓 没有 不 你 当我考上大学以后 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 我原以为自己很棒 可是一踏入这个社会 这个现实的世俗的社会 我感觉很不好 我感觉 根本就无法融入到这个社会 我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得到别人的认可 可是呢 没人能够理解我呀 你就说 我是那种磅大款吃软饭的人吗 像你这种完全没有娱乐性的人 我就是觉得 没有磅大款的那种资质 不过我倒是觉得 像哪个大款缺乏亲情认错人了 倒是有可能的 去你的 现在所有人都是这么看我 我感觉我根本就不适合这里 我想离开 好啊 你赶快走啊 快点 欧乐乐她就是比我有钱 我要是跟她好了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我是占便宜的那一方 没准连她妈都会觉得 我是在占她的便宜 看上他们家钱了呢 那你就回避 你就逃跑 那要你 你怎么办 我跟你啊 家世背景都不一样 成长背景也不一样 我没办法给你建议 我只是觉得 你没那么容易就逃避 没那么容易放弃她 在你心里啊 一直有道坎 只要你大步大步地迈过去 不就好了吗 牵着ARRY 兄弟啊 有两下子啊 哪儿只两下子 不过 我是觉得欧乐乐这个人 个性蛮好的 有点冲动 但是很善灵 如果你真是不要的话 我就 我就 马马虎就 你不是喜欢凉爽的吗 都喜欢不可以吗 胃口挺大啊 不行啊 那你告诉我你喜不喜欢它 说 说啊 你看着我 喜不喜欢 我去你的 你不说我可去追了啊 好久了 有本事你把它全喝了 喝 你胃口大 你都喝了 我才不喝 我们老板来了 金总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杂志社的老板金总 这位是新来的社长助理艾晓芳 你好 你好 心理咨询师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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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总啊 副总呢 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上次呢也是因为他个人魅力 打动了我哥 所以我们才不打算起诉你们 不 我们杂志社 太谢谢你了 没想到 这世界真小 转来转去 我们都转到一起了 哎 小副 听梁爽说 你是我们乐意杂志社的未来女婿 对吧 金总 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只是说 她是我男朋友 谢谢金总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呢 好好当一个乐意的女婿 哎呀太好了 杨爽可是我们乐意杂志社的老姑娘了 你呀给我们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呀得好好感谢你 那你干脆送股份算了 哎 真的是我老婆啊 好有经济头脑 吃完汗了吧 走 吃饭去 我都饿死了 你怎么就想着吃 你别老跟我妈似的教育我好不好 这人在饥饿的时候 神经系统可是不稳定的 你行 看来我们杂志你还真看 原来我不爱看 自打登了那个变态的文章之后 我每期都看 别说她的文章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她人也不错 后悔了吧 后悔什么 我去冲个走 一会儿带你去见她 见谁呀 见了你就知道了 等我啊 快点啊 真死哪儿去了 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都快饿死了 再不吃饭 我可都要断气了 走吧 我们去吃 不管她 好 来来来来 干 不用了 那我来去 我先走了 明天我还得出差呢 我也要走 明天还有一大队事要处理呢 怎么 小方 我带你走 哥 你先回去吧 我跟副总还有些事要说呢 不要说了 我也要走了 我也走 有关河图的细节要跟你说 我们还有一瓶酒没喝完呢 那这样吧 我之后送艾小姐回去 你们先走吧 小方 我就把你交给一瓶了 走吧 老谢 再见 艾总慢走 拜拜 拜拜 他们走了 来 我们干吧 干嘛干杯啊 随意就随意嘛 那你随意 我干 女中豪杰啊艾小姐 艾小姐 我又忘了 小方 合同里面还有一份暗股 你知道吗 不就是百分之十的股份吗 百分之十你就满足了 我的资金有限 我的资金有限 我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给你百分之五 为什么 是这样 只要你答应 跟美美签约做金融顾问 我就把百分之五给你 加起来就百分之十五了 这不就是等于每年百分之十分红之外 还百给我三十多万 不是百给的 是有条件的 接受吗 不就是做顾问吗 有钱干嘛不赚 这可不是华尔街的风格 我就欣赏你这样直说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来 太好吃了 看来 心情终于舒畅了 饥饿和贫穷一样令人沮丧 你什么时候贫穷过 我现在倒是觉得饥饿和等待 一样令人沮丧 怎么了 还杳无音信哪 你说那个贫一萍 不会是花花公子吧 那倒不至于 我就是觉得奇怪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 不接我电话 不会出事了吧 交通事故 乌鸦嘴 哟 看来 你们现在已经很腻了呀 正在蜜月期呢 慢点慢点 小姐我来帮你 你慢点 谢谢啊 没事 小心啊 你慢点 来 来 这边这边 好 小心啊 慢点 你慢点 你慢点 快点 你慢点 Auden 你慢点 快点 快点 你慢点 快点 还有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算了 本来想让你们见一面 看来无缘 我跟他肯定是生肖相克 心作不合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也不是每个电话都要接 就是今天 艾小芳在我们公司和傅怡萍 那么随便的样子 让我很不舒服 好 好 行 梁爽 走吧 别想那个傅怡萍了 我现在也正烦着呢 你说那个吕成 我好心待他吧 他非但不领情 还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 我凭什么要受这个气 是啊 你说我们俩交的什么朋友 干脆学理好 搬出来算了 不行 为什么 那傅怡萍一接你电话 你到时候就变了 回过头来把我一个人扔家 你们出去happy去了 我才不相信你 我有那么重色轻勇吗 你就是这样 走吧 走吧 服务员买单 走 走 去坐会儿 你说 傅怡萍你觉得爱小芳不错 她是从商人角度说的 我看无商不奸 小心他们勾搭成奸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我相信怡萍 他说 他不喜欢爱小芳那一类型的 这话你也信 你相信旅程吗 你还别说 那个人就这一点我还从来没怀疑过 要不你就向他表白 不是吧 他可拘我余千里之外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也不知道 行了 别说那么多了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干杯 干杯 我いて 让你湿上抄了 你看到他 你会怎么又再厉害你 你会怎么吃的 不喝 头疼 你会怎么吃的 我不回去 我不感谢我妈 我怕我妈又瞒人我 那也得回去啊 不委屈啊 我约约乎乎的 回去怎么都是千古罪人啊 你现在也是罪人 喝醉的罪 梁爽 我好难受 你什么都有 爸爸 男朋友 一个都不缺 我什么都没有 别这样 乐乐 乐乐 我觉得我妈特可怜 我怎么这么没用啊 好了好了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家 我不回去 我没脸见我妈 那回养生馆好吗 回养生馆 走 咱们走 走了 走 慢点 你行不行啊 你行不行啊 来 来这边 累死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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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